这棵水白的叶旦树由防疫隔板拼接而成 地上的礼物盒也都跟防疫有关 结合SDGs环保永续 打造着充满希望的叶旦树 我们把一些耳闻枪是坏掉的 我们把它变成了圣诞树上面的这个拐杖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酒精或者是有些口罩的盒子 把它变成了圣诞树下面的一个礼物 希望2024疫情不再 希望透过这棵环保圣诞树 让同学懂得感恩惜福展望未来 就是要展望未来 学生对耶诞树也觉得意义非凡 觉得学校做这个圣诞树特别有意义 它就是一个意向的概念 有种可以带走一情的感觉 每一个隔板上都有着精心装饰的圣诞饰品及许愿卡 赤子之心 让图书馆的阅读空间增添同趣与希望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